我和王老师说想要个孩子 喝酒就喝酒 来酒店干啥呀 你大姨妈走了 咋的了 大姨妈走了 她不能喝酒了吗 咱俩葛家喝不也一样吗 你就费钱开这酒店干啥呢 咱俩趁没住给他退了吧 不是走了得了 在这喝喝 在家喝感觉被用 这不一样吗 有啥不一样的呀 心理灯开去吧 你看这氛围多好干啥 是挺好的 但你咋的呢 我没事啊 你精神没问题吗 你是不是冲着啥了呀 压力太大了吧 你说啥呢 你看 来上床感受一下 你看这小床 干干啥 是不是和家不一样 是不一样跟家里的床 你咋了 你我话直说吧 我没事 你说啥事啊 我真没事 工作压力太大了 我没有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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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点价格了 你喝两杯 你你你你不热吗 我不热哥啊 你是热了吧 我我开手空调 我还行啊 你你过来 你不用你坐着你坐着 你要干啥呀 干啥 我想走个捷径 什么玩 走个捷径 就是 我想跟你要海了 你喝多了吧哥 你冷静一下那些 我没喝多闷 你听我说 你先冷静一下 你听我说 哥 就你家的条件哈 台里肯定要躲 再加上咱俩这年龄差距 我一 就你 你知道 早一会晚一会事 我准备就你过来 我我我还想跟你要个孩子 然后再去跟你爸和你妈谈判 行吗 这事 就这么定了 行 哥 我相信你的人品 你不能做这种事对吧 我的人品 这次 冷静一下 你妈多 酒没喝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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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多喝点 这么说 你同意啊 同意了哥 多喝点 行 幸运我早就准备 小哥 上个就 想一样 很甘洁要了 说不定我吧 行吧行吧 加班两分钟啊 哎赶紧走 呃我去不了了下班了啊 嘿嘿老板你在哪啊我马上过去啊 随手 随手 这我上哪找 哎呀哎呀这不是老板吗 哎呀 老板这是啥情况 给他练什么武功呢 哈哈哈 我还讲了 哈哈 那你 那你找我干啥呀 我又不是兽医 哈哈 飞上去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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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的你没朋友啊 再说了 我有女朋友 我又女朋友 万一他要知道了你说我啥解释啊 对不 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了 哎 这不行啊 这是原则问题 良心不安的老板 我下班了 我先走了啊 你接着吧 嘿嘿嘿 成天的大地啊 是哪一个新女小姐 帮我出的这口气 老板你是选择哪个服 杯还是包 我挺有劲 杯 抓紧了吗 赶紧走 哎好嘞 发奖金了 我带你吃饭去 你上班第二天就发奖金了 对呀 我表现尬尬好 都特别喜欢我 你知道吗 尤其是我们的老板 你身上怎么有香水味 香水 不可能 我从来都不喷香水 我喷什么香水 你是香水 啊 应该是 啊 那可能是 你别生气了 我能解释 不是 要不这样吧 你不十月一打算出去玩去吗 我决定了 咱我陪你一块出去 咱俩看看风景 去五宫山 看日出 去林芝看花海 实在不行 咱俩去韩国 看看富士山 只要你想看的风景 我都不去 真的 真的 两人再记录给我看看 那不行 我得知 哥们就在这儿换你俩你俩出不 是我的老板 肯定出不了 我出高八 我出天天 你干啥呢 天天上边 框框散我嘴巴的 我出了啊 大脸呢 我这 出了 当然 出了 电脑呢 我玩会儿游戏 电脑 干啥呀你 电话不回 微信不回 你想干啥呀 我 我呢 电视打开 我看着电视 你 你没错 你没错 你没错行吗 你没错 不是 我做错了 行吗 没 我真错了 你别生气了 你为啥要骗我呀 我没明白 不要 咱就咱俩认识 是个游戏呗 没有 啊 老板 王老师 你还得上班 还得上学 还有那个 教课 你累不累呀 累不累 我也不是故意的 不是 咱俩 你别 别拉我 咱俩真出不了 行吗 咱俩真出不了啊 你要别捅过来 来你过来 清行的啊 你过来 来 你俩出来 来 出来 我看你 哥们我问你俩 就这事 你俩 你俩怎么说 来能出不 你俩刚才这么说的啊 咱俩认识了 十来年哥们 你俩刚才这么说的啊 你大老远来的 请你这些吵架不正常吗 我说 我说 大老远我没去找他呀 大晚上我没去找他呀 是怎么的啊 就他找我一回就这样 你俩见了呗 我没说啊 你自己说的 跟我没关系啊 你没工作 我让你上我那上班 我见了 我跟我没关系 啊你没钱 我应该就给你开咱我五件呗 做啥做呀你 哎哎哎你走走 出不了就出不了咱呢 就出不了你喊啥呀你 你喊啥 谁有病 你喊谁有病 你喊谁有病 你等会让人送你呗 你给我出来 你给我出来 你别动手了 别动手了 干嘛呀 不是你哭啊 你哭啊 你别哭啊 你为什么这样说话呀 你别哭你别哭 你为什么要骗我呀 我也不行 我这不是故意要骗你呢 你别哭别哭 你别哭了 你别哭别哭 别哭 我错了我 我错了我 我错了你别哭别哭你 我给你送我一个 别哭别哭别哭 我错了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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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错了你了